哈喽 普京如果动用黑武器 美国脚白灯 美国脚白灯政府作出两项选择 一个选择是采取斩首行动 另一个选择是动用B-52轰炸机 直接解除俄罗斯的黑武装 就动用斩首行动 处理普京是最简单的 成本最低的 但是并不能解决实际上的问题 实际上的问题是必须解除俄罗斯的黑武装 这要看要看美国的选择了 这件事情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中国提出过多次多项 挑战美国 黑挑战美国 号称要炸毁地球 那俄罗斯都用黑武器 遮掩折尽其他国家 遮掩折地球资源 也就是说遮掩折地球领土 如果说西方开辟这个先例 所以默认有黑国家 或者是大狗 或者是联合国 这个常任理事狗 发动战争 直接侵略其他国家 直接获得人类资源 如果美国获认 如果美国默认 如果联合国默认 那这个地球 是永武临日 永武安全临日 俄罗斯通过假公投 直接侵占俄罗斯 直接侵占乌克兰的四个州 而且宣布成为他的领土 而且宣布都用黑武器 来保护他的领土 把别国的领土 作为他的领土 还都用黑武器去 直接取取 同时还说 包括 都有黑武器 包括俄罗斯的材质领土 我做视频已经说过 俄罗斯的材质领土是美国 他自己提出了阿拉斯加 那就像中国一样 中国提出的领土 就是台湾 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 这个地球上 已经乱套了 普京都有黑武器 直接 窃取别国领土 也就是说 普京直接 挑战西方家质 让美国的 民主自由下政 让美国的民主自由 以及国际持续 当然 当然 无成 下一步就看 脚白灯了 现在 普京已经做出了讲话 宣布 鲁干斯克 德里斯克 等四个州 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他要号称要动用黑武器 来保卫他的领土 甚至打击欧洲 打击美国 就看美国了 现在俄罗斯已经丢出了他的想法 丢出了他的这个 打算 直接 这些 窃取别国领土 直接窃取人类资源 人类资源就是地球 地球领土 如果美国 抹许 或许还要谈判 那这个世界 后果就严重了 实际上 中国和俄罗斯敢于提起黑弹 直接挑战人类 都是由于美国的水晶政策带来的后果 也是人类水晶 嗯 也是人类水晶 应该付出的代仰 我们今天晚上不多说了 我们主要是说 主要是谈的是 如果普京动用黑武器 向人类发起挑战的话 那美国 有 已经做好两项选择 一个是斩首行动 一个是派B-52 B-52轰炸机 直接轰炸 俄罗斯的黑石斯 OK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投资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从今天开始 从前一天开始 我们就在我的工作室 我的美术工作室 进行做视频 现在我还没有专门对我美术工作室 这个介绍 过一段时间会 简单让朋友们感受一下我的作品 最后面那张 那张大的话是 我从十岁的上市 准备参加明年全球油画竞赛 最后面这张画是我的朋友画的我 然后最后面那张是南西佩洛西 也叫拜登和哈瑞斯小时候 OK 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视频到此为止 Thank you so much and see you so tomorrow Goodbye